我是希望说这个空间能新的使用者 不要被自己的空间限制住的感觉 应该是这空间符合我们使用者的需求 我们有针对这些使用者 人体工学尺寸的需求 让他们在后续使用上面 能够更加的顺手 在这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能够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退休生活 现在这个空间 它其实使用者是已经年过70的退休夫妻 在这个人生阶段之后 他们有重新规划 如何能够符合他们现在生活的需求 原本的空间它可能分割太过琐碎了 有可能在以前30、10岁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很OK的 但是到6、70岁的时候 会觉得很多空间好像没有那么适合 也不太需要 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希望有无边际的感觉 它工领域就是除了客厅玄关之外 餐厅、厨房、开放式的书房 跟一个客房 然后接下来就是主卧 基本上这些空间我都是采取开放或是颁开放的配置 那打造无边际感的感觉的话 我们从天地壁这三个方面去做 天宝板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整间的天宝板一起去做设计 我希望说它是很完整一体的 那另外在这场的灯具上 我们也特别用这个石膏灯 它可以在木工做天宝板的过程 就把灯具一起施做进去 然后再透过油漆啊P图 让灯具跟天宝板看起来像是一体成型的造型这样 同时我们在每个场域用了不同造型的石膏灯 即使我们没有用石墙去做分割 天宝板上这个不同形状的灯具 暗示说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场域了 地面我们想要去营造出一个不接缝的地平 使用的是波隆的编织地毯 它有个特性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般的地板去做一般清洁维护 它也可以湿脱 那它也不怕说你东西打翻 因为它清洁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 它日后的修补也相对的容易 那我们都是把整片门片做到底做到天花 所以在整片打开的时候 这个天花是一路从外面可以延伸进去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其他的小房间 让这个空间看起来被分割 我们希望这个空间 它就是一个大的完整的住宅空间 这个住宅空间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同房不同床的概念 它能够保留他们现在目前的需求 睡眠不被打扰 但是希望说能够都睡在主卧里面 不要感觉好像一个人是睡在次卧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个大的主卧 那同时把这两个睡眠的空间分开来 左右两边是各自的睡眠空间 那这个回置空间透过四个拉门来控制 平常的时候是可以打开 就好像在这个主卧里面只是分了两张床 从这个中轴线上我们依序是主卧的入口 在就是男女主人的衣柜 进来是这个主卧室的浴室 那我们希望从这个中轴线上 它是有分左右两个动线的吗 男女主人都是可以充分的使用主卧室的机能 最后有三个形容词我想给这个空间的就是自在 未来跟独特 自在的话我是希望说这个空间的新的使用者 不要被自己的空间限制住的感觉 应该是这空间符合我们使用者的需求 在未来的部分我们有针对这些使用者 人体光学尺寸的需求 像这个餐桌椅比一般的高度都降了大概三到四公分 让它们在后续使用上面能够更加的顺手 独特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除了原本的灰白这个设计 再加深蓝色的点缀 不希望说好像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能够注意点个性在里面 像我把当时规划的平衡配置组 输出成一个画作这样给他们 好像是这个空间的使用说明 在这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能够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退休生活 有装修需求该如何规划预算 不论是全市装修局部装修还是新装修 都可以轻松在线估算